现在的离婚率高到无以附加 部分地区百分之六七十 我这可是搂着说的 因为我怕造谣 前一天北京的一个律师陈旭哥哥 还说了一期离婚的事呢 他那期的主题是非必要不结婚 他说这是他创的先词 意思就是现在啊 如果你不确定能否和对方白头到老 最好呢还是慎重点走进婚姻的殿堂吧 这就叫做非必要不结婚 说最近一女的他很凯叹 他说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这女的一个人走在街头 没有悲伤没有泪水 甚至连彷徨都没有 不彷徨彷徨啥呀 有啥个彷徨呢 这女的今年38岁了 其实38岁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在今天他终于离婚了 离婚后是说不出是轻松啊 还是沉重 也许啊 一身轻了吧 因为今后一个人吃饱 全家不饿了 俩孩子 一姑娘一儿子 都给了这得说是前夫了 也就是孩子他爸了 孩子他爸呢 非要要孩子的抚养权 你要要你就要吧 我自动放弃 都给你 我不和你争 养不养孩子 没啥意思 真的看的太多了 不但孩子不争 房子是贷款买的 我也不争 我也都给你 今后呢 你自己还贷款 我就不管了 孩子给你了 房子给你了 那么今后余年 这女的也不用支付孩子的抚养费了 也就是说 这个年轻的母亲 他要愿意给点 他就给 不给呢 前夫也无任何权利 要求这个女的给 那是因为两人离婚的时候 财产分割啊 女的近乎于是竞争出户 房子财产 都给了孩子他爸了 这女的走在街头啊 去哪儿不知道 这回好了 不管在路上走多远 也不管走多久 再也不会有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催着早点回家了 理论上这女的 可以一直这么走下去 他可以走一宿 这回好 想去哪儿去哪儿 想几点吃饭就几点吃饭 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 想干嘛干嘛 彻底没人管了 这时候闺蜜打了电话 说你这得再找一个啊 不能一个人啊 这女的苦涩的笑了 我怎么找啊 我找一啥样的 可能条件还凑合的啊 我去了就得给人当后妈 我连亲妈我都当不好 我还当后妈 你饶了我吧 找一个未婚的吗 第一是大龄未婚的男人 挺大岁数还没结婚的男人 你觉得他能好到哪儿去 第二 找个未婚的男的结婚 倒是不给人当后妈 那我不得再给人生一孩子 而且我能保证不不今天之后尘吗 我要再离婚 我再次流浪街头 我干嘛呀 我 所以说我 我还是自己啊 慢慢的适应现代的生活吧 和孩子 我不是三天两头的 我要去看 绝不联系 最好彻底断了 我心死了 真的 今后余生我就一个人 我过一天算一天 人生短短几十年 咋过不是过呀 就这样 戏马游将 活一天算一天挺好 OK 就到这 我是非洲满电老李三 下期再见 吧